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继续讲另外一个概念 叫什么呢 分类模型的评估 那现在你是不是已经 对于这个什么 K近零 你已经预测准确率了吧 然后对于普苏贝斯 是不是也预测准确率了吧 这个准确率是不是 就是你衡量的一个标准 是不是一个标准 也是一个标准吧 对啊我可以知道 他准确率达多少 是不是越高越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比方说 我们给了这两部手机 那么这两个手机呢 如果说让你去评判定 这两个手机的一个好坏 或者说好用以否 那你怎么去判定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评判标准 会有不同的结果 比方说 我们就从这个软件上面去评判 那哪一个效果更好 是不是这个iOS上面要好一些 对吧 它的系统呢 稍微要更流畅一些 那么如果说 从手机硬件或者外观 稍微这个 它的这个曲面是比较好看一下 所以对于一个东西进行评判的时候 我不能说只使用一种标准去判定吗 对不对 那我们还需要其他的标准去判定 看这个模型另外一方面表现的好不好 或者这一方面它表现的不好 另外一方面表现的很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引入说分类模型评估 注意了这里我们是讲分类模型评估 那所以我们还有其他标准 参用呢 就是这个 这是一般最常见使用的 就是准确率 这个非常直观 就是你这100个预测有多少准确的 对吧 这100预测结果正确的一个百分比 这非常准 这个直观啊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哪一些其他的标准 那我们在这里要讲到的一个概念 叫什么呢 混淆矩阵 好我们把这个粘贴过来 好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混淆矩阵呢 是这个意思 我们首先考虑啊 首先考虑二分类的问题 不考虑多分类 现在就考虑二分类 那二分类的问题 哎要么是比如说这个 比如啊我们举一个产品对吧 二分类 这个猫和狗 假如说就是两个类别 猫和狗 那么你去分类的时候 那么你拼判这个 给这个样本分类的时候 是不是要么就是猫 要么就是狗吧 对吧 好 那我们在分类任务下的 据测结果和正确标记之间 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组合 构成混淆矩阵 这个混淆矩阵指的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这里啊 这是猫对吧 我的正硯真实 结果是正硯假硯 它只分成这两种东西 那这个正硯和假硯怎么理解呢 就是 哎我们的正硯 比如说是猫 那么反例就不是猫吧 我们先不说这个东西是狗对吧 我们的反例是猫 是不是就不是猫 反例不是猫 好 那也说所有样本 注意了是真实结果 里面是不是要么猫 要么不是猫啊 好 那你预测出来 是不是也是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把这些样本里面预测成猫 还有一些样本预测成是其他的吧 那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正硯反例 也就是预测结果 我们是猫的和不是猫的 不是猫 那这两者之间就组成了这样的一个什么 啊 混淆举正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给的例子 先看一下简单 看一下这个介绍 正硯 我这个本身是猫 就是说你原来本身就是猫的吧 这个类别 然后呢 哎 我把这个猫本身是猫的 预测成是猫的 我们称之为什么 真正力 就是tp 那这个tp什么意思呢 就是ture 对啊 然后呢 p就是positive true positive 也就是说是这个东西的意思 那如果说我把这个本来是猫的 我预测成了不是猫的 别的类别的 那我们称之为什么 啊 违反力 叫false 这一地方的一个英文呢 叫false negative negative 好 同理 本来你就不是猫的 我预测成是猫的 那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伪正力 false 当然这些东西啊 我等一下会强调 不用去记 对吧 不用去记 false positive positive 然后呢 真反力 就是说你原来是反的 对吧 你原来不是猫 我现在预测的还是不是猫的 就称之为 true negative 好 那 同学问了对吧 说我这些东西要不要记名 没必要 没必要记这些什么tp啊 fn啊 什么意思 对吧 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们要记住的是什么呢 在这里面我们是就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吧 好 那助理啊 如果说你现在是建立二分类问题 那对于狗来说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那我就说 真正正立的是狗的和不是狗的 还有你预测是狗的和不是狗的 是不是就有两种情况 是吧 那所以你这一个对于猫来讲 你有一个混淆举证 对于狗来讲是不是也有啊 混淆举证 对于狗来说 他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混淆举证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类别 是不是都有一个混淆举证 你有十个类别的话 你要预测 是不是有十个这样的混淆举证 好 那我们接着讲这个混淆举证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为了引出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要强调的评估标准 评估标准 并不是只仅仅只有一个什么 我们用的是准确率吧 那还有两个概念叫什么呢 精确率与照回率 好 那首先在讲这两个概念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来先理解一下一个应用传景 就说 我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些指标 对吧 我为什么需要精确率照回率指标 你先不管这个是什么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以这个医院 比如说医院去这个用一个机器去预测 通过看这些数据 预测一个癌症 比如说这个人 病人提交的这些 这个病例 你的细胞多少 或者是细胞的一些 这个厚度啊 等等 这些信息 是不是可以去根据这些信息预测了 好 那我预测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癌症检测了 是不是癌症检测 好 那么癌症检测 那你真实的 是不是 我们如果说已经有案例样本了 对吧 已经有训练样本了 是不是 你本身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癌症的 本身就已经是癌症了 好 那还有什么呢 你本身不是癌症了 是非癌症这一边的 非癌症这边 那我要对这群数据去进行预测 那预测的话 是不是也就两种情况 是癌症和不是癌症 好 那我们要考量什么呢 我要考量是癌症里面 我现在以 假如说我现在来举个例子 100个样本啊 比如说我们是100个样本啊 本身是癌症的 人数我给少一点吧 比如说20个 这已经有20个人得癌症了 然后呢 这是非癌症的 80个对吧 80个 好 这是我们的数据啊 那现在你要利用它的特征去预测它类别吧 你学习它的特征 用算法去预测 哎 你预测出来呢 比如说 你预测出来 本身是癌症的 或者说我就这样直接写吧 你预测了30个癌症的 第一点吧 你预测10个癌症 然后呢 你预测的其他的90个是不是都是非癌症的吧 90个非癌症的 好 那如果说计算准确率怎么计算 是不是一一的去对比 专不正确吧 那我们还有其他指标考量什么 我这本身是20个癌症的 人 你检查出来了多少个 能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本身是癌症对吧 那你去预测的时候 这些是癌症的人 你有没有预测成功 如果没有预测成功 那意味着什么 你是不是已经放过了这样的一个病人 他已经是癌症了 你没有预测出来 是不是就 说明你没有这个系统的不是特别好 那如果说对吧 我宁可把所有人都预测成癌症 宁可把所有人预测成100个都是癌症的 那我是什么意思 100个都是癌症的 是不是这20个100%预测证据 是不是这样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我宁可 对吧 不放过一个癌症的人 我也宁愿把这些非癌症的人 预测成癌症的人 但是预测这癌症的人没关系 这些非癌症的我再检测一遍 对吧 或者说再检测一遍 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这些本身是癌症的人 不能放过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指标 就是说我们本身是癌症的 检测出来多少个 这就是我们考虑的一个角度 所以在有些场景 并不是只考虑什么准确率 比如说你预测多少准确率 对吧 我也考虑的是什么 你这里面有哪些是真正检测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东西的get 这两个东西是怎么去求的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精确率照轨率 什么意思呢 精确率是预测结果正理样本中 真实本身就是正理的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 我们就看照回率 注意了我们现在就看照回率 真实为正理样本当中 预测结果为正理的比例 是否考虑了你是吗 是否查的全 就这这些癌症的人 你有没有放过他 对吧 最好就是说一个都不放过 都检查出来了吧 对吧 所以你就是考虑了一个查的全不全 对于正样本的一个区分能力 那我们来看一下真实为正理的样本当中 预测结果为正理的 我们来画一下真实为正理的 哪些是真实为正理的 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吧 对吧 真实为正理 是不是你这些有预测错的吧 你肯定有预测错的 对吧 其中你真正把它就预测成正理的 是不是这个比例啊 是不是就是TP除以TP加FN吧 TP加FN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本身就正理的 是不是就20个 是不是就20个 对吧 那其中这些啊 真正理有哪些人 那我就要考量的就是什么 哎 你这20个癌症 我检测出来多少个 比如说你这里面是20个 对吧 刚才我们说了 你本身是20个患癌症的 我现在真正理只有15个 哎 那你这个地方是多少 是不是15除以20这样的一个召回率吧 那也说我的目的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提高啊 哎 19除以20是不是准确率更高 召回率更高吧 是吧 那如果说是20 正好 有人说所有正理家们 我都没有预测错 都是预测成你的癌症的 能理解吧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是需要召回率这样的一个评判标准的 是能考量 所以你对于这样的场景 你就不用关注这个准确率了 是不是不用关注准确率 我只要关注这个召回率 这个召回率是不是越高越好 对吧 百分之百意味着我这里面所有癌症的是不是检测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考虑了这样的一个角度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以这个例子啊 去举例子 那么我们的这个指标里面除了准确率 对吧 除了这个准确率 还有个照回率这样的一个东西 当然里面还有个什么叫净确率 这个净确率呢 你看一下就过了 一般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会去考虑这个净确率的 你得要考虑一下什么 他这预测结果为正理 也就是说你这些预测是癌症的 其中呢 本身对吧 真正的啊 他原来是癌症的是多少 对吧 好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比例啊 这个一般的这个不考虑 我们只考虑什么呢 照回率比较多 考虑这个照回率 人家说照回率是什么意思 你要搞明白 能理解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照回率净确率呢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个标准 叫什么呢 IveScore 这个IveScore呢 他反映了模型的一个稳健性 这个稳健性是什么意思呢 看一下 F1对吧 F1等于RTB除以什么什么的 这些东西 可以把它简化成什么 两倍的precision 就是精确率 乘以照回率 然后精确率 照照回率 为什么需要F1这个东西呢 假如说还是以我们刚才这个例子 对吧 也就是说我这里面对吧 我即使我不管了 对吧 那我还算什么机器预测 我不管了 这些人都有病 对吧 这些人都是癌症的 我直接用人去检测 我的照回率是百分之百 是百分之百 但是你这目的是为了提高这个东西 然后其他的 还有80个人 你都把它预测成费亚任务 也不是这样去做吧 所以你得提供一个标准 F1 F1当然也是越高越好 F1考量的是 你再去提高照回率的时候 有没有把其他东西去考虑 或者说把这个预测错误了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F1呢 也是考量的一个标准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这个F1也是多少 对吧 它的多大小呢 也反映了一个模型 好不好 是一个综合 评判标准 那我们还是只关注这个照回率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分类评估 对吧 分类评估里面有一个 精确率照回率 怎么去得出来呢 也不需要你自己一个去数 对吧 我一个去数 这里面癌症的多少 肥压症多少 然后检测出来癌症 它的本身就是这个类别的 等于多少 不需要你检测 直接通过API去调用 在评估里面有个叫metrics 在Sagland里面有个叫metrics 这个就是度量的意思 就是评估的意思 里面有个叫classification report classification report呢 就是分类 分类报告 就是说你分类了一个结果 是怎么样的 那这里面的结果 就不是得出准确率的 而是得出精确率 照回率 以及我们的这个FE score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classification 怎么传的呢 第一个指 传你的正确真实指 就你真实的目标指 那对于这个文章 当然我们把照回率 摆到这里是没有意义吧 是不是这个产品 需要照回率吗 不需要吧 我们只是先演示一下 后面我们会有例子的 对于癌症的这个例子 我们也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外干处是你的真实值 是不是就你的这个什么 外干test 是你被预测这些样本 它本身真正的一个类别吧 好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参数 叫外干predict 是不是你预测的这个类别 是不是预测的类别 就是这个预测类别 外干predict 好 那么第三个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目标值的名称 也就是说你有多少个类别 是不是要告诉他 他给你总结出来 猫的混淆举证 是得出来这个精确率照回率 狗的混淆举证 得出来精确率照回率 是不是都可以得出来 对吧 所以说我们有多少个类别 是不是有多少个精确率照回率 F1 score吧 能提及吧 好 那么接着我们直接看结果是怎么样的 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对吧 我们就调用这个classification report 先以这个啊 不合适的这样一个产品 对吧 把这个每篇文章 它的精确率照回率 每类文章的精确率照回率 给计算出来 那from skle .matrix import一下 我们的classification report 注意到这是分类的报告 那接着我要对这个做 注意到是每个类别的什么精确率和照回率吧 精确率和照回率 那我们直接classification report 第一个指你的真实指外干处 就外干test吧 第二个预测指是不是外干predictor 他要看里面这预测的准确 对吧 他要比较一下 最后一个呢 target name 所以就表示 我这里面每一类 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要得出这个结果 对吧 你要告诉他 名字 是不是news里面有个target name 对吧 news里面 news里面 target 干names target干names 这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文章类别的字不串吧 是不是你这一篇文章水科技啊 类别啊 是不是那些科技字不串 这个娱乐字不串那些吧 好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得出精确率和照回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地方 刚才有同学说这个 准确率怎么又不一样呢 因为你每次分割的时候 是不是随机分割了 对吧 随机分割 你训练机和测试机 是不是不一样吧 每次 好 注意了 对于这里面20个类别 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类别 这是第二个类别吧 这是第一个类别 第二个类别 第三个类别 第四个类别 对吧 一共20个类别 每个类别 是不是有这三个指标 进决率 照回率 fe score 那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sport 就是说你把这些 划分成这个类别 就是你预测的时候 划分成这个类别的 有多少个样本 能理解吧 你预测的时候 划分这个类别的 有这么多样本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文章的类型的 它的精确率是这么多 照回率是多少 66 那也说 它本身是这100个 假如说本身是100篇文章 是这个类别 是不是你只把这些 有66个预测准备了 其他是不是预测成别的类别了 所以一看到这个指标 你就能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吧 好 当然我们这个照回率 在这个场景 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可以找到一个最高的 对吧 比如说这个 你的酒吧 对吧 比如说对于这个类别 我们有两个判错了 它本身是这个类别 里面有两个判错了 对吧 有两个预测成 其他类别了吧 其他19个里面选一个 对吧 其他一个类别 所以我们不止说 通过准确率去评估 这东西怎么样 而是有一些场景 你必须得用照回率去评估 你的这个模型怎么样 好 这个要去结合具体的场景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癌症检测的场景 你只想检出出 对吧 比如说产品的不合格率 那不合格率 是不是就想把这个坏的东西 检测出来 对吧 你总不能说 我预测的时候 这个产品不好 对吧 那你总不能说 把这个不好的产品 都给 都给忽略了吧 忽略的意味着 你是要销售给别人 是不是销售给别人 对吧 所以你是需要把这些坏的产品 都给检测出来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照回率它的一个意义啊 对吧 感谢观看